首先开始之前有宣传一下 之前我们在黎智国886台式尿尼搞了这个看球活动 曼联岳爱华顿那场我大神和Marcus三台合板 接下来又会有看球活动,就是3月31日 这两场球就很重要了 之前有些人说曼联岳爱华顿是一样的,没什么赚 不重要,那场球也有不少球迷 我相信这场球,今次的看球活动应该多人来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是一张票看得笑,两场球一起看 一个价钱看完两场球 先是那晚9点,利物浦的主场对着白礼顿 接下来11点半就更加气欲中的气欲 曼城主场对阿仙奴一晚看完两场球 有齐三队新标球队 那你还想怎样呢? 价钱是188元,包两杯夜饮 有酒精或没有酒精 如果想吃东西就388元 包两杯夜饮,加上晚餐的主场 也有奖抽、礼物等 记得来参加了 真的要来参加了 大家可能会说是第二天,不重要 因为第二天是公众假期 那几天刚刚就是Easter Weekend 公众假期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不用开工 平时怕要开工的就不用怕了 所以大家可以来 今次是什么呢?今次的地点 也要说一下 多谢今次的主办单位 除了我和Marcus主办之外 这些场地方面 就是Liberty 在中环交易广场 Liberty Exchange Kitchen & Bar 一间Bar & Restaurant 希望大家到时来多多支持 他们也是一间非常有水准的餐厅 我们已经吃过了 希望大家到时多多支持 想报名的 影片下面的描述 有个Google Form的连续 而且Poster上也有个QR Code 可以直接搜索 在Google Form的连续 再进去 填了名字 希望大家先报名 因为暂定是80人 限额先报才行 额换完即止 便会停一停 所以希望大家欲报重速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好 谢谢 好 今集说什么呢 今周四晚 即是严格来说今晚 就是国际赛期 现在 我们香港 有波踢 当然是世界杯岳眉赛 将会主场 对着乌芝别哈 今晚将会在黄角场上踢 因为很快就来到Rugby 7 大球场那边就要封场养草 所以 就没办法 就要疑似旺角场踢 这一场球 门票已经一早就卖光了 正常如无以外 就扯光红旗 但电视台也会播 沙尔台也会播 所以希望大家 入场当然早点入场 入不了场 买不了票 不要紧 在电视机前 支持香港 好吗 说到了 对着乌芝别哈 这一场球 之前对着伊朗和土库曼 只输给伊朗 而且主场对土库曼 只能够迫和对手 所以暂时未在胜股 现在还在排第尾 对着乌芝别哈 是另一支中亚的勁敌 所以这场球非常重要 你要赚出线 便非胜不可 一定要赢 这个决赛 这个决赛 是国际赛 先是主场对乌芝别哈 接着到下周二 香港时间晚上 便会鑿一下 两对乌芝别哈 所以这两场球 可以说是主载主 香港可不可以赚出线的关键 缺选名单 也在早前已出现 基本上 这名单 都是用亚洲杯的人脚作为骨幹 当然有些球员 因为不同的原因 没有入选 例如 亚洲杯的时候有份的 譬如阿一 陈俊一 因为刚刚伤完 没多久 所以状态不好 便落选了 努力斯 亦因为还在伤 未伤予好 所以也落选了 至于 亦有些新面孔 所以这次 就和大家一起说一下阵容 究竟是 阵容 以及未来的排阵应该如何 以及一些 可以说是 关于香港足球 也是想说 带出一个讨论 就是 说来说去 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支持 靠这个 这么垃圾的机构 是信不过的 首先 在龙门方面 这次入选 原本入选 就是有阿辉 叶宏 謝家榮 以及五位谦 但五位谦的恩商 已经退队了 保选了进锋的龐出锋 正常来说 龐出锋 正常来说龐出锋 只是第三号门将 全部都讨讨论 安达臣说 为什么会选龐出锋 而不是 稍微有些经验 比如陈家豪 灵九 梁卿杰等等 安达臣解释 跟教练团商量过后 希望给年轻球员吸收经验 就算了 纵使可能 上阵的机会 不是太大 不过 选他进来 让他跟招 感受一下 国际赛气氛 也是很重要的 作为大港脚 第一次入选 龐出锋 就是 龐出锋 今季在进锋 的表现 其实不差 虽然进锋 实力方面 大家都心中有数 不算很好 但是龐出锋的表现 对大家都可以说 有所交代 所以他入选 对于年轻球员 也是一个鼓舞 如果作为两个 只剩下阿辉 业鸿辉 还有 借家榮 理论上应该是 业鸿辉 做正选 过去的 亚洲杯的决赛 三场球 阿辉 踢了两场 借家榮 守了一场 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时候 应该不是阿辉 给借家榮上 借家榮不是没试过 但在最后一场 对着巴勒斯坦 其实那场球 他也踢得不差 踢得不差 大事不过最终输了 然后散港杯 他也有上阵 两个回合 都是他正选 但可以看到 借家榮 是新型的方面 真的比阿辉 好 今季的表现也很好 但到国际赛 明显看到 真的没办法 经验方面 当然阿辉 很多 还有压场感 这件事 借家榮 不是说不出声 那种龙门 他不是迪基亚 那种不出声 但问题 始终 年轻人 年轻人 经验方面 还有压场 领导能力 始终阿辉 是胜一筹的 而且 阿辉 老实说 虽然大家 有很多人 现在常常有些留言 哎呀 真的 跌了 阿辉 跌了 退下来 没有以前那么多 当然 这是事实 近年真的不断跌 但跌的幅度 又不是很大 不算太大 还有 有些事情就是什么 大哥 已经三十多岁了 不经不觉 看着他 19岁 东亚运时 开始 一直踢踢踢踢 到现在 2009年 到现在 2024年 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去到三十四岁了 其实三十四岁 对于一个龙门来说 也不算太大年纪了 算是 也是一个正常的 习经验 和实力于一身的 所以 如果你说阿辉 继续做一个正选的话 其实为到房子 也可以带来一个稳健的 所以你问我 应该 其实安达成 某程度上 你看到这么多场球 特别在重要的比赛来说 他也推薦阿辉 会做一个正选 所以 这次 对着 古智比特 主场 应该是阿辉先的 不可以说了 好了 到后防 后防方面 正常来说 应该是继续 如指有杂 而是 左边 左边 反而阿一 就没有入选 正如刚才所说 阿一 因为刚刚双缘 状态还没起 虽然原来说已经上阵了 但状态始终也是一般 所以没有选 另外 本身 罗子 也是入选了 罗子 俊 所以 这个也是 不会有太大出场机会 好了 后防有哪几个 后防就是余子 余子 余子南 徐韵杰 入选 之前恩商 完成了亚洲杯的决赛州 阿凯 在亚洲杯决赛州 看得很好的 阿凯 艾利奥 周元德 已经不上闻 王子浩 王子浩也重返港队的名单 重新入选 新入选的中乐安 还有阿孙明 刚刚才上去捕食的阿孙明 如果以看款式来说 如之右闸 左边应该很大机会 用阿孙明 不孙明的话 也应该是王子浩 你问我 我宁愿会用孙明多些 首先 中坚方面 周元德 应该是铁胆 经过了这个 亚洲杯决赛州来说 周元德 上位了 他的表面也是 对得住球迷 他不是说 平时以前 看他转身又不是快 也有些脱漏 也不太集中 但是在亚洲杯决赛州 虽然在第一场球 对阿联游那场球 第一下输了12万 因为手球伸出了 其余时间 其实看得不差 包括对伊朗的时间 只不过他的拍档 不是努列斯 应该是曾经做过拍档的李毅海 如果他拍李毅海 就算是暂时 港队在中坚人选里面最稳定的一招 阿海亦是亚洲杯决赛州之后 也是上位的 阿海很成熟 成熟了很多 他真的可以升任在 现在港队防线里面 正选中坚的位 左边没有了一仔 用孙明刀 其实反而令到 攻守方面 反而更加强了 老实说 防守力大家 他和一仔不相伯众 因为进攻球员出身 但是进攻方面 个人感觉他比全面的一仔好 侵略性更高 加上了他 就是加上昌彩虹之后 孙明在近两三场球来说 他也会踢左杂的 也会踢左杂的 似乎 球会也将他的定位都放在左杂那里 也是一个出击型的左杂 所以 如果你说在港队 他踢回左杂 其实没问题的 好了 那么新入选的是谁呢 钟乐安 钟乐安 就是苏格兰 就是 他的球员 就是 运血尔 那么 即使你都 即使 入籍 即使 入籍回香港 拿回passport 那么 也都是 入选了 老实说 钟乐安 真的是 在东方今季的表现 是令人挺欣喜的 令人挺欣喜的 老实说 他不是高大那种 他不算高大 但是他的抢点 和位置感的方面 是不差的 挺好的 而且他用的球员也挺淡定 他的球员 不是说 比利伯罗巴 那样 就枯上去 那样 所以呢 安达神 就是 决定召他入队 其实也是 他值得的 特别是他之前 就是这个年头的时间 这个散港杯两回合 其实他的表现 都可以让人看到 他绝对升任在港队那里 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那么 最终可以入选 在一队大港脚那里 不过 始终的肩膀 还是肩膀有伤 第一场球 他就 应该就不会上阵 应该说不及了 看看 作客那场球 作客那场球 那场可不可以后命 就是 努列斯的受伤 就是 在对巴勒斯坦那场球 相出 到现在 还是什么 那场脱脚 都还未好 那么 所以 今次也没有入选了 那么 希望他都尽快 康复 始终他现在 都是说到一个 很重要的中坚来的 中场方面 那么中场有什么呢 就是有 洛仔 陈进洛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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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三个中场 4-3-3 三个中场 似乎应该是 洛仔 胡进兵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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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胡进兵 在中场 特别的防中 牢 表现 两个 无论在分工 和 攻守 的效率方面 做得很好 很出色 也可以奠定了 香港未来几年 甚至十年 他们的中场配置是怎样的 大家不用怕黄阳大哥退下来之后 谁接班呢?终于找到了 而Philip虽然已经三次投胆 但你看到亚洲杯那时候的入涉 后上的涉位那些 在整个香港球团暂时来说 所以他真是很重要的 特别在安达神这一套球里来说 他的位置也十分重要 所以这三个应该都是中场的 其他例如Fago、Marcus等 有机会后备可以来试一下 Jeser如在燕的话 反而机会伤他们可能少一点 因为踢法一来也不算太硬 第二来就是有时的决定上还是需要改善的 还有作用似乎暂时 要用到他会不会也不算太明显 反而今次中场方面的名单 大家可能会奇怪 没有王威 没办法了 因为王威那边又是伤 所以就算是伤,因为状态也未好 所以还是没有入选 刚才说了,后位还有杜杜 杜杜,因为拿完押上防冲就可以了 然后打中坚 但又是那一句 伤了,就是状态未遭遇的时间 所以又是落选了 好了,前锋那边 前锋那边 那有什么呢?阿佳,阿永佳 艾华顿,肥棒 史丹芬帕尼娜 潘佩,潘佩軒 祖年佬和米糕 如果看这个款式 艾华顿和阿永佳 应该是占了两个位置 另一个似乎在潘佩 祖年佬去搞 那如果以这个前锋线来说 也是可以入选的 即是出选都已经入选了 即是最好的战已经入选了 那如果你说 经过阿州杯来说的话 艾华顿 是,大家可能觉得 有时候觉得他都挺独食的 扭死球 但有时候就是说 香港一直就缺乏艾华顿 这种可以有突破能力的球员 可以自己滚吃的球员 所以他在右边 基本上的位置都是他的 而阿佳在亚洲杯的时候 其实有进步 比之前的有赛 或者外围赛的时间 是有进步的 作用更加明显的 反而他比米糕更好 米糕不是不好 米糕是可以的问题 但身形和他的踢法 好像不太成正比 想着看米糕 速度快的那些 还有应该还冲直撞 应该硬正 但不是 米糕踢下去又比较斯文 略艳太的斯文 反而阿佳和他下去 都挺帮到手的 所以我反而觉得 这一刻阿佳打正选会好些 另外左边 潘佩 也是越来越好 但在球会方面 始终还没有站稳 必然正选的位置 如果他 一分钟可能早年来 有机会 可能是 比如半场 进来试一下 或者甚至乎 两个循环 另一场 可能让他试一下 也不出奇 至于肥棒 算吧 肥棒的作用 就是射射罚球 反而射射十二码 那些就对了 你不要了 肥棒那些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时候有些人就说 不是啊 很明显 不是看香港球 肥棒 有很多球 但你要明白 如果你要玩数据 你看肥棒 一场球 炒几多个单刀 炒几多球 而且肥棒的作用是什么呢 旁边一定要有个 真是古古大帝 那些 在帮他开路 就行了 就是无私 那些 完全是不自私的 就是那些 帮他开路 去执鸡也可以 但现在香港有多少个 介绍也不是那种 对吧 所以 肥棒没什么都算了 好 另外 你说 现在 经过亚洲杯之后 越来越多 香港球员 都已经外流 不上了 本身有的就是 鱼子 努力斯 也没有入选 孙敏謙也上去了 那 反过来 弟弟梁乐恒 今次就没有入选 因为 喂大哥 你在浙江那堆球 就算是中超 你也开裂而来 只有那几分钟的上阵时间 对吧 所以没有了 正选位上阵的机会又不多 所以没有也不出奇 没有也不出奇 所以没有入选了 那 也想看看孙敏 上去看了两场球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 大改善的进步 这一句 他在很多位置都帮到香港 其实 安达臣 经过了这个亚洲杯之后 可以告诉大家 他真的可以带领香港进步 那奈何了 哎 就是这个足总 做一下去看 不要被人罵 也不行 夏年 还有一年左右 就要约满 你是不是应该商量约 选约 你还有成绩 还想怎么样 安达臣 他都说 访问他,他说捉总到现在都没有人找我和我谈 其实已经给你了 即是给大家找我,是有得谈的 我不是一定在走,你找人来和我谈,有的 捉总到现在什么都不做,你想怎样? 你姓霍的想怎样? 那帮董事 那帮董事,那帮董事,这帮董事 难得有个这么好的教练,你又这样浪费 证明了自己,证明了他真的可以带领香港进步 可以在一个国际大舞台上有好成绩 可以和列强不是完全没得打 将一个这么现代的战术成功注入 你还想怎样? 你是不是真好,大哥 但你缺點想想想想想你什么新鲜萝卜 你 cryptocurrency、如果我现在谈光管你 高普、车、娱拉利豪吧 你可能杀了死吧 安达档不是做 wit者 還在这馆表现任何有聪� ram 你这样都不肯、 Peyton說得明白了 你找他真是万事有得谈的 你又不是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人脚 近这十年香港已经算是比较好的那一阵 但内海若然没有了好的教练 什么都差 你不要以为用本地教练没有 本地教练和外面现代足球已经落伍了 你真的暂时要找一个 为香港做了功课 做好这份工作的外籍教练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足总想怎样 做什么 Anyway 作为球迷的 希望继续支持香港足球 只以足总就能吃屎 唯有靠我们自己撑住 我就买了票了 幸好买到票 今晚就入场了 你们也希望进场的尽早入场吧 虽然说了坏 但是都是什么 早点坐这场 或者看看外面的counter 等球员出来热身的时候都会看到 哇 起码还没全都 七八成入座率先的 而且主场气势 记住 今晚 即是今晚 不要让王国祥的去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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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承门 但别人随时都会这样 一样而已 那么 禁君子有时就输了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也继续支持 进不了场的朋友 记得看电视支持 好吗 OK 希望明天 球场见到大家 希望 打个招呼 没问题的 好了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麻烦 放个like 和subscribe 这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就在YouTube 按个小时收通知 正常来说的新节目和live都会带出来通知大家 就follow PATRICK 来源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会登上IG story 再说一次3月31日会搞体棋活动 今次我和Marcus 球人子一起合办 在中环Liberty Exchange Kitchen and Bar 举行的 交易广场 就是那间 Bar and Restaurant 两场球 利物浦对白磊顿 和曼城代阿仙奴 记得因为第二天是假期 那周那年续几天就是复活之假期 所以不要说什么要上班 那些 就是说第二天要早起床 不是呀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吗 视频下面的视频里有连续 可以按进去报名 而至于 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那张Postar 有个QR Code Scan进去又可以 希望大家到时见到大家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